玩具TV 第十季第七集 又玩回《一二戰風》 這也是香港品牌,是值得推介的 《Force of Wailers》 其實這個玩具品牌已經很久了 十年前香港自遊 不過近年重新重新重新 由另一間公司 也要介紹一間公司 就是這間公司 Watterson 是嗎? Watterson Watterson 對 即是香港公司 多謝他們 我們這個公司 應該未出街 但很快出街 這個公司我們要教一下 我想拆出來 不過其實你當作是景品 是要鬆螺絲 所以我不肯來 不過也不想 不想讓大家以為只有車 你可以看後面 因為是吸索 其實有很多 那些小道具 有貓、有狗、有牛奶瓶、有木箱 有人等等 你來了 那你來了就行了 因為這些就剪 因為這些就挺有趣 那車就是大家都很熟 這架型火蟲 Sher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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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型火蟲 後期較為再大一點 為什麼叫型火蟲 有點古 這架型火蟲 要撕破才可以拔出來 那我好粗暴 那說一下車 其實Firefly 其實是英國用的 但是本身的車 你帶一支雪橫 是美國的產物 當時也租借 和賣很多給美國聯盟 即是德國 是不是 哈哈 聽我說的 蘇聯 蘇聯 英國 和法國 Firefly 其實英國人有一種很特別的 就是 他們都會自己裝回自己的炮 他們的炮的計算方法 它叫做 17lb 即是不知道是否17磅 其實正式計算的工制 就是7.62cm口徑 在那天來說 盟軍的炮口徑 已經是差不多最大的 但是也大不過 這個呢 德國的Tiger-1 88mm 但是本身口徑 是不是當時 和破壞力是成正比的 理論上呢 其實還有一個系數 那個系數 我不認識了 我沒有研究過 L字 LX6 L88 那些 我就不扮認識 但是呢 以口徑來看 其實應該 就差不多最重型了 還有很大的傳聞 為什麼會出這個 Firefly的車呢 其實呢 因為呢 因為是什麼呢 因為傳聞 當時德國的坦克殺手 最出名的Michael Whitman 在1944年 洛曼帝的時間 就很不幸 不是不幸 或者很幸運 被盟軍打倒了 很幸運 當時他的車是007 整個炮炸就炸了出來 所以有人說是被空軍的轟炸機炸了 有人說呢 其實呢 有戰報 英國的部隊 就是這架 營火蟲 將它掃低了 真與假 真的要 覺得而知 對啦 我們大家分解一下 這架 就是這架 我想拆了這個背景 會漂亮 因為其實這架車呢 講開車的生產 之前呢 其實有見過 有出過 但我不記得有沒有出過 這個型號 但是呢 這個廠呢 其實已經開過了 沒有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比起上一代的 小心 上一代的賞色呢 是漂亮了很多的 之前第一代呢 他做到很多款式出來 但是 我覺得賞色強修人意的 但是到這一代呢 謝謝德哥 對啦 那就很棒 可以再拆開這個 哇 我想說很漂亮 真的收不回了 不怕不怕 我們還是預作開 看上一代的賞色 其實真的 我覺得挺滿意的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對 多少錢呢 嗯 好像更便宜 比上次的 88mm 蛤 因為為什麼那枝會貴一些 其實上次那個 是有八個人 還是七個人 因為人仔是貴的 因為他人仔上色 又再麻煩一點 那這一架車呢 我覺得上得好 真的 哇 他有點手藝人上的味 就是有點像 給錢出入代工那種感覺 沒錯 其實據問呢 我問過廠方 其實他們說呢 他們就是找了一個 民間的模型高手 真的 是 打了一個板之後 還要把他捉上去 那當然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拿著手扣 而是邀請他上去 他廠方那裏 和一些技術人員 去研究 和討論 如何把他上色的工藝分開 就是我們叫步驟化 結果呢 就出到這個成品 那果然呢 老闆或者是廠方 就沒有找我 出到這個貨之後 這個貨來 真的好 好美 好美 好像家公司那些 這樣 哇 有合金 是嗎 其實這些都是 數字遊戲 就是合金成分 有合金成分 重量 但是是不是 有合金 但是不多 是的 但是還是那句 你合不合金又如何 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我覺得有些部分 如果去炮管是合金 是合金 我也是很冰冷 是的 炮管是合金 因為通常會咬柴的 你如果ABS不彎 都會被自己屈爛 PVC不小 會彎 所以其實 看到他的車的成型 是不錯的 想說回 其實不是想踩之前的那一代 但是這一代真的沒有了很多 上一代 那些上色 其實不是沒有啞色 是有些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 其實我都 半光窄 但是這個真的是flat 是的 沒錯 出來真的像阿家那些模型的感覺 當然高手可以再游得更厲害 但是我覺得其實 其實很接受 很接受 放回成品來說 真的算是 而且那個價格更便宜 上次的價格是598 這價格好像555 而且Sharmon 始終是一部 很出名的坦克 沒錯 那麼 一比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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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怪雞 沒錯 其實他應該跟了員兵仔的方向走 因為在歐洲 一比三十二的員兵仔 是不太流行 其實三十二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員兵仔三十二大顆 一點點 他的上色精細度 因為一比三十五 你要知道是小顆 那些人其實很難去到那個位置 就是 沒有說上眼珠 你說眼線都還不到 其實 可以玩一隻狗 對 我覺得狗很高人 很難拆 我硬硬拔拔的人出來 所以這輛車 我自己覺得 我是老闆 我唯一彈的地方 就是他應該是 不可以用手推來動的 對嗎 那些輪不可以動 對嗎 像不可以動 對 有點移動的地方 但我不敢玩 對 對 不像可以動 對 他的方針 我覺得他像整家 其實根本有一個景品 對 你問我 但是 Anyway 地台也很漂亮 對 確實是 就是 上色很好 還有 那些坦克 李戴文 我覺得如果 你要儲得一些兵 在德國跑過 哇 這樣就好過人 立即追打 是 那 又是 德7都可以嗎 不是 精品都可以 好 OK 很多公司都有 有的 當然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其他 玩具店 我自己覺得不錯 尤其是我們 上了 不是年紀 比較成熟一點的 玩家 好像德哥那些 帶他下水 那我就覺得 其實 不用拆 好 我看他出 看看 還有 本身有很多 一些散件 好像狗 可以 可以讓你發揮一下 你的想像力 狗還是貓 畜生 總之有 牛奶瓶 OK 這個我看到 這個廠的誠意 希望我可以做得好 因為 因為其實這些 這個洞 是甚麼 嗯 是否裝機槍 裝機槍 裝機槍 通常這裡裝一支機槍 理論上 阿姊哥說得對 那個李戴 不知道怎麼掉進去 可能 裝的 是 太緊 OK 對了 OK 對 要自己拉拉 要自己拉拉 那這些情況 我想大家 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不是解釋這件事 那就是可能 因為PVC 上一色有 因為這條彈的PVC 來的 上一色之後 拉起來 可能有一點收縮 那可能 在廠方留意一下 這個情況 或者預算鬆多兩格 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 盒著透明 要買的時候留意一下 是啊 但是其實 比上一代 我想很多地方進步了 我自己就真的 覺得滿意 上色真的 上色真的很好 哇 真的 好無形的感覺 對 好了 那我介紹到這裏 繼續留意 繼續拍照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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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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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 說不說 那一隻 不說 那我